力转高血压的黄金双口器 只要你把握好这个阶段 基本上你的高血压是可以力转的 你有机会变成一个正常人 让血压平稳 但很多人要么不知道 要么不重视 就错过了一个力转高血压的黄金阶段 我总结了几十个 停掉降压药病人的经验 可以力转的高血压 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时间短 生活压力高 不良的生活情况多 Hello大家好 我是特布医生 先说第一点 人的血压受什么控制 跟我们的肾有关系 但不是肾脏 而是肾上腺 它会分泌很多种 身高血压的激素 很多人一发生在肾上腺 有过增出 但又没有严重到 需要手术的地方 如果你足够重视 保护好你的肾上腺 说不定你的高血压 就能好着 尤其是你发生自己血压高 然后你又听到一些很恐怖的话 比如说一辈子都得吃这个片片 即使你吃 你还得有并发症 听到这样子的话 你心理上的压力 是不是比这个高血压带来的恐怖更多呢 压力更高了 更沮丧了 那慢性压力会导致肾上腺 分泌肾上腺等生压激素 你越焦虑 血压就越高 那凭这个压力 让你的肾上腺 充分修痒 高血压 它也是有可能力转的 第二 减肋脏脂肪 内脏脂肪多 会导致些什么问题呢 你的组织容易缺氧 然后你的压高 又会导致你一毛素抵抗 接着你糖质高 带泄油异常 你的这一个脂高 酸高 其实这个肚皮很好解决 你把它削掉 然后你的八号腹肌露出来的时候 你的内脏脂肪降到安全范围的时候 你的体重不在超标的时候 你再去做个体检看看 说不定它都正常了 那有些人呢 他老想着 我的身体就是属于白打罐 属于医院治疗的 难道你就没有能力治疗你的身体吗 你同样可以创造健康呀 说第三点啊 合理饮食啊 各位一说到合理饮食 很多人都以为 人生的本质是受苦 要苦 你去苦吧 祝福你 人生的本质绝对不是受苦 受苦只有一个目的 告诉你 受苦是没有必要的 改变从现在开始啊 那很多人都意识到了 我得改变 也找到了改变的点 但他定的周期呢 永远是等明天啊 孟子说过一个故事啊 叫邻人偷鸡 一个邻居呢 总是偷鸡 有人指责他说 这样不对 他说呢 我也知道不对 所以呢 朋友就告诉他 你得改 他也说我决定改 那你打算怎么改呢 他说我有这么一个计划 现在我每天去偷三只鸡 这已经形成习惯了 我准备下个月呢 开始偷两只鸡 再到下个月呢 我再偷一只鸡 再往后呢 我再偷一只鸡 慢慢点 我就不偷了 后来这个朋友就讲 那你既然知道偷鸡不对 为啥不直接停下来呢 演示到我们生活当中啊 你会发现啊 有人说我下个月都接言 我从明天少抽两次 凡是说这种话的 包括我自己 也经历过好多次减肥 从来没有成功过 所以你不想改变你的行为 你又想改变你的结果 所以你每天吃着片片 去减白大罐 听着同样的理论 然后期望 你有一天会变健康 这也是一种 对吧 可以说是思维上的一个绝症 就像希腊的谚语当中说的 重复同样的行为 去期待不同的结果 这注定只能受苦 受苦有必要吗 受苦只有一个必要 告诉你 受苦没有必要 所以你对高血压 这个迷失有兴趣的话 我鼓励各位啊 多看一些关于高血压的书 高血压的文章 多做一些研究 然后你自己才会有一个 最好的决定 拜拜 我是特贵 下次见